今天我們要上的是光的折射跟透鏡成像 這裡是非常的重要 後面的透鏡成像 突風透鏡成像非常非常愛考 記得要學好 我有我的教寶 我會告訴你怎麼記 我們要教的是折射跟折射定律 因為介紹的折射 就是光從一個戒指進到另外一個戒指的時候 因為密度不一樣 所以坡數不一樣 因為坡數不一樣 所以它不再走直線 會偏折 這個線像叫做折射 所以從假戒指進入乙戒指 光沒有再走直線 前進方向會產生偏折 這個線像叫做折射 那麼從假戒指進到乙戒指的時候 因為戒指不一樣 所以坡數會不一樣 因為我們教過坡數跟戒指的種類及狀態有關 可是我們也講過頻率會不會變 不會不會嘛 同一個聲音同一個光 在任何戒指的頻率通通都會一樣 所以從假戒指進入乙戒指 因為密度不一樣 所以坡數會不一樣 但是頻率還是會一樣 頻率還是會一樣 OK 那為什麼坡數不一樣就會造成走的 會偏折方向不一樣呢 我們有一個最小時間原理 我們來跟各位說明 用最小時間原理跟各位解釋 為什麼坡數不一樣 為什麼坡數不一樣 它就會發生變化 最小時間原理 最小時間原理就是 我希望我能夠花的時間最少 我能夠最快最容易的到達 從A點到達B點 那如果現在是同一個戒指 我的速度都一樣 請問你要怎麼走會最快 走直線嘛 走直線 所以光在真空或者均勻對直中走直線嘛 你直線會就快到對不對 直線會就快到 那假如現在有兩個戒指 有個快戒指 一個慢戒指 是不是走直線最快 不見得 我希望快的多走一點嘛 慢的怎樣 少走一點對不對 這樣我才能夠比較快 所以呢 我盡量在快的地方多走一點 慢的地方少走一點 這樣子我就會比較快到達 所以這樣有沒有走直線 沒有 就會偏折嘛 就會發生折射的現象 發生折射的現象 好 所以比如說 我要 這邊是水泥地 前面是爛泥巴 球掉到爛泥巴裡面去 是不是直接走過去會最快 不見得嘛 水泥泥多走一點爛泥巴 少走一點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這樣子勒 這樣子會怎麼樣會最快 一定直的會最快 為什麼 因為你要走別條路就是怎麼樣 快的也多走慢的也 多走嘛 這一定會比較 慢對不對 這樣最快嘛 直直的 那請問你這樣子有沒有折射 就是有沒有折射 沒有就直直的過去對不對 就沒有折射嘛 就沒有折射 所以呢 最小時間原理就是我可以消耗能量最少 花的時間最少 然後呢 然後讓我來走 就叫做這個東西 OK嗎 OK 好 這就是最小時間原理 跟你解釋 為什麼 速度不一樣就不會再走直線 因為我希望能夠花最短的最少的力氣的人走得到 所以我希望快的多走一點 慢的少 走一點 所以我就不見得走時間 還有一個重點 這是考試考過的重點 有個情況下沒有折射 什麼情況下沒有折射 直直的時候有沒有折射 沒有 垂直入射的時候沒有折射 因為這樣最快 這樣最快 你走別條路就是 快的也多走慢的也多走 所以不可能會比較快 所以呢 有一個現象叫做 垂直入射的時候沒有折射現象 這是重點 這考過 這件事考過 這件事考過 OK 垂直入射的時候沒有折射 所以就跟各位講說 從甲介直進到乙介直 因為密度不一樣 所以坡數不一樣 因為坡數不一樣 所以就不再走直線 會有偏折 這個現象叫做折射 我用最小時間原理跟你解釋了 為什麼坡數不一樣就會折射 然後有個重點 什麼重點 如果我垂直入射的時候有沒有折射 沒有 就直直進去 直直進去就沒有折射 就是我們要學會的重點 OK